今天的OTPO Talks 我們請來No Milkshake No Life的創辦人 Buki 她看她的IG 她叫自己做一個Comfort Food Club 一個21歲的女生 由長沙灣開咖啡廳 到現在27歲 有12位員工 究竟她怎樣可以這麼快 這麼年輕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 一起來聽聽 每一個行業都會有對大家不滿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是不可以發生的 因為大家是同行 我踩你你踩我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你做好了 我希望我感染你 你都可以一起好 放鬆一點 就是go with the flow 去讓事情發生了 你才去看看 其實是否正確呢 原來是她正確的 那就好了 那就拍手了 是 如果真的不行 整件事不行的 你再去調教 其實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你就不要管 總之你身邊有什麼機會 你先做了 你先做了 你才會知道是還是不是 就像拍拖 你不試過 你不會知道 你是否最後一個人 那就要試 二十多歲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什麼擔心 你沒有什麼負擔 還有你那一刻 我當時的自己是不會死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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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生第一杯喝的奶茶在哪裏? 在香港 都是自己的店 是嗎? 也不是 如果是人生第一杯 應該都是麥叔叔那裏 那裏 哦 這麼老舖的 是嗎? 是 為什麼你會把你的店叫做 No Milkshake No Live 我覺得蠻大膽的 這個 這個 首先它名字很長 是 然後又沒有空間 這件很不香港 是 因為 我們很喜歡日本那裏 即是No Music No Live 嗯 在東京那裏 日本那裏 是嗎? 有一間那裏 它真的買音樂講音樂 即是No Music No Live 哦 我不知道 它是Tawa Record Tawa Record的簡稱 或者它的slogan 嗯 然後我們就inspire了 No Milkshake No Live 即是它是LOW Tawa Record的 都是NMNL 但它是沒有音樂沒有生命 哦 然後我們就要Milkshake 所以就No Milkshake No Live 哦 好我明白 即是No Music No Live 你就是No Milkshake No Live 是的 我上個星期第一次去你的店 我是真的驚訝的 因為首先那個地點 在石塘咀 即是燕子扣的石塘咀 你應該不認識的 哈哈 其實它只是27歲 我小時候去看我偶像妹姐的那張電影 燕子扣就是在石塘咀 應該跟現在完全不同 嗯 接著就是在一個斜路 應該本身你們還沒去之前 那裡是挺荒蕪的 其實西環我們不太熟 但是我們 但是是不是也同一條斜路 你看拍戲那裡 對我來說是一個概念 為什麼你會選擇在一個這麼偏僻的地方去開店呢 因為首先我們地區的時候 都沒有限制 最重要是看那間店的感覺是否合適 嗯 而我們是很喜歡很開陽的店 它現在是單邊 你看到L型都是玻璃 跟我們外面有一個小花園 這個跟太陽完全曬到 我們是很喜歡這個位 很好 因為我坐進去吃 那裡側邊會有一個沒有桌子 但有三張椅子 放在那裡被人擺東西的位置 對正就是你那個很大的 由天花板到地下 真是真的落地玻璃 而且樓底是真的很高的 好高 首先我的問題就是 它是不是天生是這樣的呢 嗯 那一定是 它本身那間店是什麼 前身是擺了很多年 已經 先想想一下 前身是洗衣店 嗯 但以我所知它已經有幾年 那麼有型 我覺得整個感覺很外國 配上你整個店裡的裝修 裝修是怎樣來的呢 裝修的原意 其實是我們很喜歡日本的 真的很喜歡日本 很崇日的 很喜歡日本人去抄襲美國的那個感覺 嗯 就好像夏威夷 很轉折 對 原來不是 很多人不會明白我們這個想法 有什麼分別呢 跟美國 跟日本人抄襲美國的東西 好像偏向夏威夷的感覺 因為日本人很執著 跟他那些小的東西 他都很謹慎 他都要很精細 很緊張 他會把美國人很粗糙的東西 變成很漂亮的東西 嗯 這個就是 能夠日本人做到 抄襲得來 但他做得很漂亮的 每一個細節都很 不可以華麗的 他細節的位置 覺得他有想過東西 即是日本人才能做到 但反而美國人會做到很粗豪 很野性 嗯 是的 我的印象的位置是 你的裝修 然後到你整個 上餐的狀態 即是你是用一個 枝材 加一些很輕便的 一些紙的東西 去裝著 我是想知道 你這個整個 我稱之為一個品牌 你是怎樣得來的呢 那個品牌 即是你覺得整個店的環境 加一個表演很完整 整件事 其實都是我和一些夥伴 大家喜歡自己的東西 我喜歡這些東西 我就放出來 即是把大家喜歡的東西 融合在一起 但由開店到這裡 你有沒有經歷一些 即是沒有理由一來就是這樣 當然有 那是怎樣的呢 由開店的時候 首先是港島區 我們第一次搭族 嗯 接著去到室內設計 室內設計的其中一個夥伴 都是我今天的先生 他主力去室內設計做的東西 無論是出牌 製品 製品怎樣 他就處理了這些東西 然後我有其中一個夥伴 是做Graphic Design 所以你看到有些 很有趣很搞笑的 很漂亮 都是出自他的 很漂亮 那你就問他的靈感是怎樣來的 或者是大家的靈感 都是他喜歡這麼奇怪的東西 大家都喜歡這麼奇怪 這麼搞笑的東西 就放在一起 有沒有一個磨合的階段 跟伴侶來說其實是很少的 因為我們真的很信任大家 譬如我的店舖 賣什麼東西 吃什麼東西 他們是不理的 大家都是很信任大家 譬如他Graphic的東西 我們純粹 我要一個菜單 你設定一個菜單給我 嗯 他就知道了 你很信任他的藝術 或者他的那條路 你是會很欣賞他 嗯 幾個partner都是這樣 很欣賞他 他接不接工作的? 我覺得挺好 可以找他合作 你可以跟他溝通一下 很好啊 因為把自己喜歡的東西 又相信大家的時候 就基於這樣而開始 嗯 就算那些東西會失敗的 其實一定會的 就算先說室內設計 我們室內的設計 其實改過幾次 就是設定 原先我們想日本人 可以立食 最初有看過的照片 就是貨架來的 我們就想客人站在那裡吃東西 因為日本人是可以的 你做完東西 累到 你還可以坐在那裡喝啤酒吃東西 嗯 我們就希望可以這樣 而且我們覺得你站在那裡喝啤酒 你會比較安靜 但原來香港是不行的 是啊 香港人很怕站的 你來到了OTPO的室外 我是史無前例的吃力地 要讓大家明白 其實站是正的 站不是要捱苦 以及要你沒有位坐 但是大家第一個反應就是 哇 要站就這樣不看了 很慘 這個是很失望的事情 你剛好 可能你物以類醉 原來這個說話是真的 就是你群那群人 你覺得站是沒問題 很享受 你們真的明白 原來其他不明白 他們真的覺得不享受這件事 我們覺得我跟那群人聚在一起 那些是跟我聊得到的朋友 或者他享受那個喝杯東西的時候 你給我一個位置 站在那裡已經很開心 就不因為我們自在是大家朋友聊天 可能你要放彎仔就可以了 那些彎仔就是有一條街 是那些外國人 每天都在樂趣 但是你的目標又不是這樣 對 然後開始說是貨架 想去立食站 之後就不行了 他們真的不能站 那好吧 我們都想轉吧 轉吧 因為我們又很喜歡坐巴桌 譬如你有沒有試過 去餐廳吃東西 那些人通常會問你 你介不介意坐巴桌 其實巴桌很棒 但他們覺得好像很委屈 客人要坐巴桌 其實坐巴桌很舒服 你可以看到廚房做東西出來給你吃 你可以看到過程 而且你跟旁邊的人 其實這樣沒有那麼密集 他在你旁邊會密集 但是要這樣說話 他們可能覺得不舒服 不知道 但我們都喜歡 我希望是一張巴桌 變成高桌高燈 但還是不行 即是完全沒有客人 也不是完全沒有 但是客人就會覺得 因為我店舖看到樂地大玻璃 你看到他們走過的眼神 都很不友善 哈哈哈哈 是嗎 會去到這麼極端 對 即是你看到他是嫌棄的眼神 即是他不理你買什麼 就看到你的設定是這樣 他就不進了 然後就演變第三次 就是你真的來到的這樣 有些桌子 但你來到那段時候 即是今天的店舖的設定 是最終 但之前也有些設定 但他的擺法不是這樣 嗯 但也有這些椅坐 那就好很多 即是那些人會來 會來到馬上坐下 可能香港人做事壓力很大 很累 即是他在一個吃飲的地方 也要坐得舒服一點 而且也關於你的社區 你那裡是一些家庭的感覺 你也要考量 別人可能牽著兩個小孩 他真的腳不夠長 是的 那就坐不到你那些巴桌 沒錯 也有朋友曾經跟你說話 都是任何樣 嗯 他說你想想家庭來 他怎麼會這樣坐 或者是一些上一年紀的婆婆 都比較多 他來到 他不會吃你這些炸東西 嗯 所以開店的時候 是有很多不同的 對你看不好你的留言 嗯 其實你那個波折 就不只是這個店 你是從再之前 你是在長沙環有另一個店 沒錯 你不是一來就是在石塘咀這個位 是的 那那個是怎樣 由怎樣開始才去到這裡 那我要追溯回我做店之前 做店之前 其實我在大學畢業 讀完書 我就去了商堂 是的 去到商堂那裡做了一些文職的 而且是在交通馬路天使 是的 那邊的 還有一些文件上的事情 那做一下 當時 我男朋友 就是今天我先生 他跟我的朋友 一起開了一間店 是買Bakery的 就是整局 是 但是做一下就覺得 營運不善 那就想停了 但是其實你店舖租了 裝修、投資、工具齊齊齊齊 但是 那時候 應該都有70萬左右 嗯 應該是說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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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70萬 怎樣有這個資金 這是當時大家的partner 夾錢 對 大家投資 營運不善 營運不善 就覺得要轉 嗯 我就覺得 不如試一下 因為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煮食 很喜歡去研究些東西 怎樣做 我去試一下 在同一個位置 都是在長沙灣同一間店 由Bakery 大轉身 變成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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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買一些三文字 那些 然後 那時候還在上班 只是星期六日才可以去 店舖星期一至五就不開 星期六日開 跟幾個partner聊完之後 他們都覺得 要等候上 你沒有理由租好東西 而且他們都很喜歡煮食 變成雙人的形式 那時候總共有四對人 因為有四個partner 四對人就是星期六日 一個月八日 大家輪流 大家有屬於自己的菜單 然後就這樣做 然後做到 即是一至日 不同日就會不同的 一至五不開 只是星期六日 因為當時大家正職 那怎樣可以四部分 怎樣分呢 不明白 我們一至五開 有八天 有四對人 大家選擇不同的星期六日 那天我煮的 你煮的就是他話了事 即餐廳就是他的 然後其他人就回來幫忙 那變得很厲害 也是的 不是觀眾 顧客是怎樣 他認不跟到你呢 初初因為Bakery也不是太多人吃 其實你漸漸離開離場也不會有人知道 所以你轉換 其實對他們的影響也不會很大 然後我們就 首先我們每個人都要有全時間做 只有星期六日 就可以下去煮一下食物 就叫做 不如試一下圓一下夢 看看可不可以親手做餐廳 自己下手腳 因為是時機問題 令我們星期六日這樣做 但反而這個故事的人是很喜歡的 有些情侶檔下來煮自己的菜單 也是每一對婚姻寫在她的菜單 都有她的粉絲 嗯 就是這樣開始了星期六日 就開始人認識了 知道我會來找你們 之後就做到 我想 不記得 可能維持了半年左右 我就退休了商台那邊 下去做星期一到五 然後拼了一開賣 這樣開始 一開始是你自己一腳踢的 對 因為那一刻 你聘請人 你身邊也不會有人幫你做些什麼 還有你不會有預算去聘請人 還有你自己要摸索 你自己也不懂怎樣聘請人 那你那時候的routine是怎樣的 那時候 每天每天 又起床那一刻講起 每天 我先回憶一下 哈哈哈哈 現在很不同 是的 但是那時候的routine也是很有能力的 那時候真的不用睡 嗯 首先你就是要想到自己的菜單是怎樣的 然後你每天早上 就是前一晚就已經知道了 有些什麼要改天補貨的 第二天早上去補 去買 睡幾點起床 都晚的 其實兩三點睡 都是正常的 這些時間 早上起床就是八點多 七八點會的時間 起床 那時候近的 店舖在長沙環 樹日煮太子 嗯 所以就很近 之後就開始 那時候其實 幸好就是那個地方 有好有不好 那個地方 其實正常人應該不會去租 嗯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舖位是掘頭路 嗯 不會有人會走到上面 嗯 因為我們是保安道 那真的很掘頭 通常地鐵站在下面 都會在下面去走 那些人就會說 你那些舖位不會有人走 不會有生意 但是正正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給我們的無合期 嗯 就是怎樣過度去踩飲食界的開始 那八點起床 就首先要去採購 對 約買東西 對 去Chickup市場或者去街市買 街市買 然後買完就拿回店 然後就準備了 嗯 就是有菜就洗菜 然後麵包就切麵包 有什麼就做什麼 那就是幾點開店 那時候是開12到9的 嗯 嘩 都頗金 是沒得坐的 理論上是 理論上是 如果很旺的時候 你沒得坐的 嗯 到9點收完店 然後要賣錢 然後呢 然後呢 賣錢 清潔 這些一定要做 自己做 都是自己做的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那時候幾歲啊 那時候啊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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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前 我們大家的數字 21、22歲 哇 是厲害的 那時候21、22歲 讓我回憶一下 我21歲是 我21歲是剛剛回到香港 嗯 應該是在做飛翠音樂幹線 你應該去 那時候是99年 你幾歲 99年8歲 哦 拜 哈哈 那是 我很明白那個 嗯 就是自己一個人 要去 處理好很多事情 但是當然 對我來說 你這個故事 是 是很吸引的 因為 就是 對於我那時候來說 其實我都只不過是 處理我自己一個人的 事業上面的事情 但是你是說 你是真的整盤生意 又要去很多 多工資 然後再要去 對客 對客 那客人的部分 又怎樣呢 客人的部分 就是 不過我想說少少 裡面的事情 裡面的事情 是多謝那時候 夥伴 其實他有信任 嗯 也知道 搞盤生意最怕很多 噢 你有你的意見 因為當生意不好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是 但是他們 很信任 就是覺得 其實大家原先都打算完 開始 就順利讓你去做 讓你去試 嗯 那就是試了 首先 後面你有個支持 他們都支持你 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可以 嗯 很舒服的做 但其實也有壓力 因為你要面對他們 或者去交代 然後到客人 客人 其實初來的 都是附近的工業區 有時候 一定是那些 吃飯時間 很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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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來 有時候享受一下 最初就是人傳人 然後就是 就靠社交媒體 嗯 然後到你開始 慢慢你的菜單上的東西 就自然會有些 雜誌 上來跟你做訪問 或者介紹店 嗯 那時候的客員 開始就是 靠人傳人 他告訴我 那裏有間店可以去吃 因為我知道 那個地方 我們那個地方 是近荔枝角的工業區 工業區 都是一些大型的茶餐廳 嗯 所以小店 他們都很欣賞 會找的 嗯 就靠他們 還有那時候的宣傳 你會拍照 上網 嗯 雜誌去做訪問 嗯 其實現在很多小店 他們面對一個 最大的問題 就是 是怎樣去經營 就是怎樣去經營 就是怎樣去經營自己 向顧客的那部份 是 大部份都是社交媒體 現在 是 我覺得你們是 這件事是做得很好的 嗯 你剛剛也有說的 就是 因為你有一個故事 就是你從最開始 在長沙環那部份 你有四個夫婦 那個其實已經是 對於顧客 或者一些觀眾 他的一個賣點 是 這個其實是很多 很多人都不明白 這件事 就是他們覺得 我做了這件事出來 那件事夠好 就可以了 其實現在是不夠的 即是不夠的 故事是很重要的 即是你不應該學習 但我也要這樣說 你不要理會你的故事是真還是假 但你要有那個故事 這個真的應該學習 但你的故事是真的 當然會令人更加加分 還有看到你真的故事 還有你來過你的店 看到你的精神 由你的故事剪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更加加分 還有對這間店 至少有第一個印象 這個是你們做得很好的 之前那個我不知道 但起碼我去到你的店 現在的店 然後再去看你們整個社交媒體 其實是一套東西 這個是跟同事談出來 還是你天生已經有這個故事剪出來的能力 其實這個故事 我們先說一下它的背後 即是社交媒體 你背後也要有一個故事才可以演變出來 其實我們店舖 我們餐廳吃東西在香港 我們開十點 收六點 是很少有 還有你做飲食業 有些同事上班到九點 他收七點半 即是他開始準備工夫一個小時 收尾一個半小時 這是很少有 即是我們覺得 以前以往在香港 或任何地方做飲食業 你十多二十 十多十二 或者很多小時 這些在所難免 我們就不想這樣 即是我們覺得 你要做事的時候 你都要有自己的生活 我都希望我的同事 我自己 我放了工都可以跟朋友去看電影 或者跟家人吃飯 那我就覺得 最初我們到今天 那些同事 或者我們的觀念 我都是覺得 不是要這樣 但我們要得到 收到這個利益 或者是有這些好處的前提 就是我們要努力做事才可以這樣做 嗯 還有我們覺得 你要在一個環境做得開心 你才會在這裡留意 還有 我也敢說 在我店裡做事 是沒有是非的 因為我們不喜歡 我們店裡的同事 你來過 都差不多年紀 我不喜歡 我真的會拿出來 直接摊上台說 大家是不能夠過夜的 嗯 那你今天發生 今天馬上了斷 那就沒有是非 因為我們很平均 就是 你有是非 你今天怎樣對待 別人都會這樣對待 大家都有這個精神 所以形成了 其實我都很喜歡在店裡 覺得那個氣氛 大家都很正能量 看到他們很有風格 同事是一邊做事一邊跳舞 即是他們會按住這樣做事 因為他令我很開心 你看到他真的享受那個環境 所以我們就延伸到我們覺得 其實氣氛也可以是你店裡的設定點 是 絕對是 是的 我想吃東西就尤其是 我們那天去你的店裡 或者其實第一次見到你 就是在我們OTPO那邊 沒錯 很明顯感覺到你們是 很開心地去做那些食物出來 給大家 是 你有一個理念也是這樣 你吃得 吃得 住得舒適 那樣東西 是 你吃得開心 就算你的食物很邪惡 是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是 其實邪惡的食物 我們覺得養生是很重要 健康當然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你的心情和心境 嗯 就是你不快樂 你不開心 就算你有多健康的飲食習慣 其實也可能會有很多疾病 你會變出來 所以就算是邪惡而言 只要你開心的時候 你搞不搞邪惡 其實沒有所謂 因為你邪惡了 你開心了 你可以打很多仗 你回到公司 你也可以一打十 因為你心情好 所以我們很相信就是你心態好 你觀念好 很正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這是我們整個團隊的人 整個團隊的人 希望做到的事情 就是希望有好心態 所以我們說做的食物 譬如選擇的菜單 選擇的食物 其實真的是我們自己喜歡才會做 因為簡單就是 你不喜歡的話 你不能說服自己 你不能說服你的客人 你很難去 真的很棒 那怎樣做呢 我剛才有問你 我說你現在有沒有一些事情 會因為這樣 所以犧牲了 那你是很棒 你說沒有 現在就真的在做你最想做的事情 這個其實真的 大家經常忘記了這件事 因為現在市面上 其實你看到很多年輕人也好 或者就算比較大年紀 就像我們這些 其實真的很多人覺得 生活與理想是不可以並存的 但不是的 其實是你剛才所說的就是 你做一樣 你選擇一樣 你真心 由心底裡面 會令你歡樂 歡欣的事情 你將那件事 變成你的職業 當然那個過程 其實是有很多犧牲 就是犧牲了時間 犧牲了你二十歲頭那些 真的你可以去玩的時間 你就用來每天去拼搏 但是 我很欣賞這件事 就是你二十七歲 你已經 這麼淡定 我這個員工 自己可以去運動那件事 但是不代表你一來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你真的要變通 然後你真的要有一段時間去捱 你才可以換取現在 由九至六 這樣的時間 是 堅持很重要 就是你會有很多朋友 或者有些好的意見 或者你有些不認識的人 給你一些壞的意見 甚至乎你社交媒體 有很多恨人 打一些對你有惡意的事情 但是其實你真的要很堅持自己 譬如你覺得 沒有東西是對一定錯 沒有東西是絕對的 但是你要知道你喜歡的東西 會是最舒服 你喜歡的可能是對 可能是錯不同的角度 但是你要堅持自己喜歡的東西 因為你要堅持下去 譬如我希望這個三文字是可以的 你要相信它 它是可以的 你才會怎樣做到它可以的 如果你不相信它 它一定不行 但是怎樣鍛鍊這個信心出來呢 因為有時候真的 有機會說其實那個很難吃 或者說這首歌真的很難聽 但是你堅信那件事 真的有機會錯 是 幸好你的聲音好 因為我經常都得到這個問題 我想看看你怎樣看 你堅持這個信心 你一定身邊有很多人去支持你 這是很重要的 你心靈上也會有脆弱 或者晚上可能魔鬼出現了 就會推翻你早上的信念 朋友的支持 身邊的人支持 而且你就要想 就算我有這麼多恨人 其實香港這麼多人 或者這個世界這麼多人 我沒有可能滿足他們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慾望 你只會玩死自己 譬如他說這個包 我喜歡鹹一點 你又鹹一點 那個人又說不喜歡 你沒有可能過 你唯一就是 對不起 我真的做我自己 我認為這樣是最好的 嗯 我在三年前去印度 第一次去印度 其中一個站就是Varanasy 我很記得 因為我去了住一個民宿的地方 那個老闆就 因為你知道去民宿 其實之前你一定要去看很多的評論 一些人留言 各樣東西 我看到這個民宿的其中一個留言 就是那個顧客 他就罵他 就說你有什麼做得不好 那個老闆 他的回應 我是很記得的 就是到後來我去面對很多 你剛才說的批評 或者別人的不友善 我覺得那個方法 他就用了一個 我尊重你的不滿 或者你覺得我們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們是因為這樣 他用一個很平和的方法 但是很堅定的 平和得來不會說 你對 我們應該改善 不是 他是會解釋 其實我們的理念 我們想去提供的東西 就是這樣的 如果有一些東西 我們的理念上是不吻合的 不要緊 但是我希望你也尊重我們的態度 是很好 首先他不會生氣 但是他會說 說道理 這個是在現在這個世界 你知道很容易的 你的東西不正 或者在我未認識 未真正理解到你的事的時候 我用一個我的角度去判斷了你 作為提供的東西 其實你會生氣 你也未明白我的歌裡面 是想說什麼 你已經說不好聽 但是其實是這樣 你必須要去明白 其實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不同想法的人 沒錯 如果是作為一個做創意 你也是在做創意的東西 那樣東西沒有一個準則 不是說我調教一個怎樣的顏色出來 而是你真的有一個你自己的想法在裡面 對 正面地去回應一些是一個好的方法 其實尊重真的很重要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其實你不知道 我覺得特別是同行 例如飲食業 都一定會有 每一個行業都會有對大家不滿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是不可以發生的 因為大家是同行 我踩你你踩我 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你做好了 我希望我感染你 你也可以一起好 例如做飲食 你有時候面對的就是 有些什麼什麼集團 它已經壟斷了香港很多食肆 你的小伙子是很難生存的 一定有些問題 貴了 成本其實是貴的 但是你為了 我真的很喜歡做飲食 所以我要去做 但是你唯一去做的就是 不如大家一起做好 去感染 好過我說你不好 你又不好 其實它不好 因為我相信這件事是有報應的 我怎樣對你 別人怎樣對你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公平的 所以你做好這件事的時候 我相信其他人也會好 就是時間的問題 或者機會的問題 但是我肯定的就是 當你有立友的心不好 你想別人不好的時候 你肯定你也會有事情不好發生 這不只是在飲食業 其實是香港一個通病 就是大家覺得我顧好自己 那就好了 那你就不去想 其實你的社會那件事究竟是怎樣 我是很不認同的 正如你所說 其實你要整個環境好 你才可以有得發揮 如果只有你 你的店舖真的很好生意 然後其他人 所有人也是 握手 這樣也不會好 所以其實我自己 近年都是去 在音樂方面 都是嘗試做這件事 但是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就在音樂方面 嘗試去用我微小的力量 去組織一些不同的事情 但是那個過程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你知道 那個環境 它本身不是這樣運作 而你是很逆流地去做一些 其實是你覺得對的事情 這個其實某程度上 當然會有人不明白 是 可能有些不明白的人 會給你一些很難聽的說話 是 其實你看到現在很多小舖 經營很困難 那 你也會看到很多流失 就是看到同一個舖位 其實兩年之後 它已經不同了 已經走了 其實 你覺得 做一個生意 或者是香港這個地方 你相信 你問 其實很多人都會很喜歡 找一些小舖吃東西 因為他們覺得 有質感一些 或者是開心一點的東西 既然你想小舖生存的時候 其實 你可以覺得客人 或者任何人都好 光顧的人 你可以選擇不支持 但是 我希望 不會有一些批評 或者惡意的事情發生 你可以選擇 不安 不出聲 或者我自己去走另一間舖 其實是可以的 反而你去破壞 去做一些批評 其實事情永遠都不會好 你遇到什麼 這麼困難的批評 其實也沒有 只是覺得一個氛圍問題 其實每一個月 我相信現在這個世代 其實你在網上 我留言一些 其實根本不需要負責任 但是正如剛才你說 去找酒店住 家庭住 其實經營一間舖 已經面對很多問題 每一天都會有很多 很新鮮的事情發生 已經很不容易 但其實我沒有可能 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 但是 只是想 大家都想 小舖仍然 仍然會留在這裡 就是 你未必需要做一些 很支持的事情 每天都去光顧他 不需要 其實只要 你 你保持你的不發聲 或者你想批評 或者給予意見 的時候 用一個好一點的態度 大家去談 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相信 就是希望 大家可以相處得好一點 大家都是同一個圈子的人 或者同一個 生存在香港的人 的時候 希望大家都可以 人好 大家好 這件事 我會覺得很難去 希望 別人怎樣 所以我的方法 就是我會 轉我自己的念 那個心思 因為你知道 你沒辦法改變他們 兩個做法 一 就是我自己 首先要去轉 我去明白 大家都有不同的做法 你不要強迫別人 你要喜歡我的東西 或者你要認同我的東西 因為我曾經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最初 第三四年 在唱歌 你會很想別人明白你做這件事 但是 那件事只會令自己很受傷 很累 對 因為你把你的期望 放在別人身上 對 你想他知道你的事 但是不會的 因為他又有很多事情在犯 沒錯 他又有很多 他覺得黑與白的事情 所以慢慢 當然這個是經歷了一個 十幾二十年 你才會化 對 不是化 不只是化 是說你去包容別人的不認同 這件事正正是 等同於你內部請人也是同一個問題 嗯 所以這個我也很想問一下阿菇 你對於請人的時候 譬如那一篇人 你不一定 見公前後是兩個人 那你怎樣去找到一對 是可以和大家同一個想法 你又可以一起有齊 其實不應該是我問你 不是 其實我很想問你 你做得很好 我還在學著 嗯 很老實說 因為我曾經 也是一個被照顧的人 嗯 有整間公司去照顧我 現在其實我都真的慢慢要去 學習 你一個團隊去做同一件事 那大家的個性上不同 是 你正在想一件事 其實可能大家的畫面都不同 是 亦都現在在發展 我還要去照顧其他藝人 因為我們有一些管理的部分 我最近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藝人 他有新歌出 他做了一個MV出來 和我去想像 我覺得好與不好的東西 是不同的 是 第一 因為我習慣性就是 我做自己的歌 我做自己的MV 我會以我的準則 去決定那件事 是 是 但是 我學的一個新的課 就是 原來當你轉了一個新位的時候 你去同一個人合作 你去幫對方做一件事 那件事已經不適用了 那怎樣做呢 是有個過程的 你會有一個很生氣啊 為什麼你不明白啊 慢慢就是 你自己也會檢視自己 其實是不是真的 你那個方法 就等於一定對呢 他一個 一個十幾年年齡的差距 不同的Generation 他的審美 或者他對於那件事好不好 亦都不同 在莫論個性上 所以我最後就是決定 好不要緊 那件事很虛的 其實好與不好 我們就儘管用一個 我去退後一步 我讓你去嘗試那件事 先試了 試完再回來 剛剛昨天出的 你也不怕說 林聰那首新歌 《下巴茶》 其實出了之後 你會可以 其實沒事的 出了最多就是 好與不好的反應 其實是差一點而已 只不過你本身有一個執著 你會覺得 我一定要這樣才行 其實那件事都是我 哎 不是的 原來真的可以放鬆一點 去跟流動 去讓事情發生了 你才去看看 其實是否正確呢 原來是他正確 那就好 那就拍手 如果真的不行 整件事不行 那你再去調教 其實也是一個方法 嗯 也是 我覺得唯一是可以共存 讓大家這件事好的方法 因為大家都有執著 其實你有壓力 我有壓力 你有執著 我有執著 那件事是 尤其是如果你是一盤生意 你是對外的時候 最終的判斷那件事 其實是他接收那件事的人 是 這樣 這個真的很深寒 是不願意找不到答案 因為我有時都會很困難 在想 好了 我很放手的時候 我也覺得不要放手 因為這個世界 不是只有你一個 是 大家是要靠團隊 才可以共存 他有他自己的意見 其實都是 大家需要互相尊重 因為他尊重你 你也要尊重他 但是有時 困難的位置就是 但是我這樣放手 給你 但是一走歪了 就歪了 就是我原先建立的東西 可能又不同了 我想在這個鏡頭上 跟你的落差有多遠 我想要去判斷 那件事是有分大小的 如果真的完全影響得很厲害 那當然要掌握得更緊 但是如果那件事 其實差距只是1和2 不是1和10的話 那些時候我覺得可以去管 你也讓自己去試一下 一些不同的方法 是 就是大家互相尊重 遺先 但是真的很難的 是很難 而且不可以用一個方法 用於所有的東西上 真的要令自己變得更加Flexible 首先把自己的Ego放下 這個是很難 但是要嘗試去做 你用一個嘗試去比較客觀的角度去看那件事 如果這麼客觀 都覺得真的不行 我真的過不了自己 那就再去調教 有時候晚上就在掙扎 我過不了自己很辛苦 例如 可能Artsense這件事 是沒有對錯 沒有標準的 今天我覺得這樣就是漂亮 但是他不是這樣覺得 但是你也很尊重他做事 其他能力很高 但是他也有他的Art Sense 只是大家不一樣 其實這個位置是很尷尬 這個位置就要看Gut Feeling 講到Art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很 是很看個人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沒有錯 但是你喜歡這隻紅色很鮮紅 但其實他可能喜歡淡一點 但是你又覺得不行 我看不上眼睛 這些位置我就會選擇讓步 可能 在一些不影響大局的情況下 情況下 儘管去試一試 也有關乎 例如Deadline 原來明天真的要交 你總要有人去讓步 看情況 對於一些同年齡的人 二十多歲 你有什麼建議 如何開始去起步 走出第一步 由商台的馬路天使去開店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年青人 大家差不多年齡 你怎樣去做 首先我知道你每一個人 要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其實是很難的 你的天賦或者你喜歡的東西 其實是很難的 但是我又覺得 那個意見和我的經歷 告訴我 當你找不到的時候 你不要逼自己有答案 但你嘗試一下 任何事情都做一下 我覺得現在的 工作-life balance 就是其實 你太早的工作-life balance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你應該要捱苦 你工作了 之後你才會知道 有壓力 我真的曾經試過 什麼都做過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那些工作-life balance 真正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現在我覺得 就算找不到答案 也好 不要逼自己有答案 因為你逼自己有答案 一定是錯的 機會很簡單 即是錯的機會很大 所以你就不要理 你總之身邊有什麼機會 你先做了 你做了先 你才會知道是還是不是 好像拍拖 你不試過 你不會知道 你是否最後一個人 那就要試 我覺得二十多歲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什麼擔心 你沒有什麼負擔 而且那一刻 我當時的自己 是不會死的 因為你沒有見過 什麼叫做生意差 或者你又不知道 那些人不來的時候 你會害怕 你不懂這些事情 你就很善用那時候的勇氣 譬如今天的時候 你有這個勇氣的時候 你首先不要問 你就先做了 別人叫你做什麼 你回去工作的時候 你先做了 你要先學東西 對 但你又不能當這裡是一個學習的地方 不要永遠都是 我要去拿東西 但你一定要給自己付出 你才能真正學到東西 覺得很好 很好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好 我們每一位嘉賓 都會有一個快問快答的環節 其實不是真的很快 問答環節 我們來了 好 很簡單 你最近最喜歡用的一個APP 哈哈哈哈 是不用電話的 最近我喜歡的APP 都是Instagram OK 都是工作上的東西 是很多東西看的 哦 看東西 即是inspire你去做多些 還是純八卦 其實是inspire多些 因為其實說了一點 就是社交媒體 是令到你不需要好像很以前 即現在的進步 你以前就一定要去上課 跟師傅學習 從飲食業來說 但是你有了社交媒體 你是省了很多的學習過程 只要你一定要有了 passion 我想去學 你就找到很多不同的心靈方法 學習得更快 我最近喜歡YouTube 也是 例如學打燈 學怎樣用那些 那些剪片的APP 很多東西可以在那裡拿到 對 你只學得很快 對 你最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物件 是我的BB 物件嗎 身命最重要的物件 最近 是監察BB的機器 也沒有 我不是那麼變 生命最重要的物件 我真的回答不到 不要緊 因為我覺得 沒有東西是特別重要的 我真的是我自己是這樣的 很多東西都可以失去 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我就問你什麼很重要 你問我電話是否那麼重要 不見了不要緊 那天沒有了 我也覺得很開心 最令人吸引你的學習對象 我先生 嗯 丈夫 不是教授 不是教授 為什麼 她的確 她教了我很多東西 雖然她是一個西內設計的人 但是她的那種靈魂 是很尊敬她的 首先就是她從小到大 她都有一個智慧 或者是上天給她的禮物 就是怎樣去做一些計劃的事情 她說她小時候已經懂得用LEGO 做一些計劃的事情 她就很早就自己出來接生意做 做私人 或者是怎樣 她也有朋友說過 她跟她吃飯 她說不吃的 我只吃麵包夠了 因為我要做事 她對於自己那種熱誠 她就在她那裡學回來 她覺得 譬如很多客人有不同的意見 譬如她都是講開 即是她覺得這樣是好的 但客人未必是這樣想的 她如何堅持她自己 做了這麼多年 她仍然有她自己的品牌 她的感覺 她的風格 就是她的堅持 所以她是給了很多啟動的 很想改的一個壞習慣 改的壞習慣 我想有多些耐性 去聽了別人的事 不要太有自己的意見 想慢一點 不要太急 最後 對你最有幫助的一句說話 任何人都可以 曾經一個老師 或者你丈夫 做吧 不要想 好 今天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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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